在当前国际地区政治安全形势深刻隐蔽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全球经济发展面临很大不确定的背景下 中韩关系的战略性 互惠性 重要性更加凸显 良好的中韩关系符合历史和时代的大势 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方艳同韩方一道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交流合作 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部 历来是我国面向东南亚 南亚合作的重要门户 更是新时期中国沿兵开发开放的重地 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断深入 云南作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对外窗口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四通八达日益密集的公路 铁路 航空网络 使得云南省成为中国至东南亚 南亚合作的重要综合交通枢纽 优质的云南绿色农产品畅销海内外 可以说 现代物流产业和绿色农业是云南极具增长潜力和投资价值的领域 中国与云南经济互补性前 尤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 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重点将韩国的资金 技术 管理经验 与云南的资源 市场和发展空间实现有效对接 推进双方在现代物流产业等方面实现更大发展 我相信 通过在所各位的统统努力 韩国与云南经济合作 必将不断创造新的规划 这种行业的统统努力 云南和韩国的交流产业和韩国的进展机会 将会更加进行经济的经济力 云南的经济力 更加化 第四十品 第四能源 健康生活目的地 是我们目前 尼南省 在中间建造的世界一流的山山明片 其实目前韩国在我省设立投资企业超过200多家 韩国是全球物流业发达的国家之一 它先进的物流技术 物流营作漠视及管理的经验 对我们云南很有借鉴 云南省政府在3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商务代表处 以9个国家建立了11个多边地方合作机制 以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 当前云南省政府在着力地将物流产业 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的培议 努力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跨地物流中心 云南物产丰富被译为动植物王国 有色金属王国和世界生物基因保护 高原特色农业是云南亮地的名片 川城昆明斗南花式市场 是亚洲最大的鲜血化交易市场 在重要物流节点城市和可望规划建设 15个省级物流产业业 引进和培议多个有实力的大型跨国物流企业 云南地处中国的西南 以缅甸老挝越南接染 毗邻印度共加拉泰国 柬埔寨等南亚东南亚的国家 拥有边境口外是25个 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经贸合作重要的门副 第一个我们两种类型的物流基地 第一种是工铁联运的物流基地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次过来 找到一些新的合作伙伴 同时又将国内一些好的物质 以及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及世界各地 那么坑干除了钢铁制造以外 那么现在也在主力的发展 现代物流业 从物流运作的理念 或者是物流基础设施来说 应该是韩国也走在了 这个应该说是在前面 应该说有发展到的非常高的一个高度 今天云南亚的材料来看 相当于 무역하기에 良好的環境和地域要关系的 所谓的认为 所以我们委員会 韩国的企业 东西欧与 베트남等 其中一国家的 在市场里边的区別发展 提出了 感谢观看